众所周知,在2005年的选秀大会上,现在效力于火箭德克里斯·保罗在第四圈内被新奥尔良及胡队选中,而现在保罗依然战斗在联盟的前线,为总冠军目标发起冲击, 而排在保罗前面的,壮伯古特,榜眼马文·威廉姆斯,以及炭花德龙·威廉姆斯这三位球员,如今混得怎么样了呢? 下面小编一一为大家盘点,首先,来看一下炭花德龙·威廉姆斯,从数据榜单上,德龙·威廉姆斯在2016,到一期赛季离开骑士之后,就没有球队签约他了。 这也意味着德龙·威廉姆斯在上个赛季根本无球可打,回顾德龙·威廉姆斯生涯在绝世的风光时期,以及在联想到德龙·威廉姆斯现在无球可打的局面,真的不得不感慨球员变化之快,而在沧海桑田的变化中,商定成为了德龙·威廉姆斯的一个无法迈过去的坎,因此才有了德龙·威廉姆斯现在的窘境。 七次,再来看一下榜脸的马文·威廉姆斯,截止到上个赛季,已经马文·威廉姆斯,已经在NBA效率了13个赛季了。 但是作为一个榜眼秀球员,马文·威廉姆斯的表现一直是不温不火,在老鹰效率了七个赛季之后,重建的老鹰终于把他摆上了交易的火箭,老鹰把他送到了爵士。 不过在爵士度过了两年的时光之后,马文·威廉姆斯又被送到那些奥尔良提护队,如今这已经是马文·威廉姆斯效率的第三支球队了。 作为一个榜样秀,马文·威廉姆斯或许就要这样平庸的结束自己的整个NBA生涯了。 最后一个是撞秀安德鲁·伯古特,在当时的NBA,依然是内陷中锋的时代,从咬名到霍华得再到伯古特都是非常的受欢迎。 而且与姚宁类似的是,伯古特同样也是国际球员,NBA为了开拓海外市场,伯古特自然而然的就被拼选为了2005年的NBA状,成长于雄鹿的伯古特在被交易到了金州勇士之后,随时库里、汤鲁森等球员的崛起,伯古特拿到了NBA所有球员梦寐以求的NBA总冠军, 不过受伤的伯古特并没有被留在勇士,而是开启了自己职业生涯,默契的流浪之旅,于是在2018年,伯古特亦然而然的选择了退役。